我又回来了 那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拍片 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比较忙 就比较没有时间拍片 我还是有持续在看我们channel的一些留言 最近有很多人私底下留言问我 他的小孩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看了很多新闻在报道柬埔寨的事情 他就担心 小孩来到澳洲会不会遇到一样的事 可能会被人社集团贩卖啊 被控制啊 甚至会被灾气关啊这些 我今天就想要就这个话题来聊一下 就是澳洲这边的状况 还有澳洲跟柬埔寨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柬埔寨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在澳洲发生 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 那就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要来聊这个话题之前 应该要先聊一聊 在澳洲跟柬埔寨 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有什么 那因为其实柬埔寨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只能从一些网路上的资讯 或者是身边有去过的朋友 分享了他看到的东西 来做一些回复 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来过澳洲了 不管是他们有在拍YouTube 或者是他们在Facebook上有分享 或者是有一些新闻 有做一些专题的采访 一般来说来澳洲会遇到了几种问题 像我自己实际遇过的 有遇过被骗钱的 他想要骗你的薪资 骗你的退休金 或者是骗你的税 有听说过一些人 他遇过就是骗色 骗感情 有一些骗工作的啦 骗你住宿的 告诉你说我这边有工作 那你过来之后保证你会赚到大钱啦 可是你必须要住在我提供的sharehouse里 就你一来住进那个sharehouse 你每一所缴房住 可是发现他没有工作提供给你 这个就是骗工作 有一些在澳洲可能会遇到 但我没有实际遇过的 我只是听人家说过 比如说有一些强迫工作的 有一点类似柬埔寨那种控制你的人身自由 但他不会像柬埔寨有一些虐待啦 性侵啦这一类的这么夸张 我有听说过有一些就是 你去到一些很偏僻的小镇里面 那那个小镇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人 进到他们农场里面 因为那个农场都是经由一个公投来管理 那那个公投看准你没有车 你没有办法自由的移动 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嘛你就继续在这里做 那你赚的钱我就要抽成 那要嘛你不做你就自己滚蛋 可是问题是那个地方很偏僻 如果没有车就是公投不愿意载你出去的话 你根本哪里都去不了 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背包客的失踪 你时不时会听到澳洲可能会有一些新闻 或者是有一些社团里面在传说 啊谁谁谁失踪了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那也没有人认识他去找他 那这方面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背包客本来就到处探索嘛 他可能去爬山 或者算他去海边游泳 或参加什么活动 那可能不小心发生意外了 譬如说发生山难啊 然后掉到河里面溺水啦这一类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 可能有人看过一些电影 欧美的背包客去某一些地方啊 然后遇到当地的一些变态杀人狂 然后就把你就把你 之类的 澳洲也拍过类似的题材 一部电影叫做Wolf Creek 叫做朗西 然后他有好像有两三集吧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当年看的时候也吓得不清 导致就是有澳洲人 邀请我去他在内陆的农场玩 我都不敢去这样 那柬埔寨的话 我相信新闻都讲很多了 比如说强迫你去诈骗啦 然后人口贩卖啦 然后强迫你卖银啦 或者是盗卖你的器官这种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身的经验 所以我这方面我先暂时不做什么评论 那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个最近很火热的图 就是很多网红或者是一些新闻啊 一些名嘴 他们都拿来讲了一个图 你在柬埔寨的价值 就是这张表 然后这张表很爽动啊 他就是列出了你身上的各个器官 眼睛 心脏 肝脏 头皮啊 甚至牙齿 的一个价目标 不论这张图的真实性 我个人是很抱持的怀疑啦 我觉得他很爽动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来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反正别人很好发挥的一张图 就算他是真的好了 除了这几个特别贵的以外 其他小的东西 这种一万两万三万七万的 你可以看看柬埔寨他们这样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大概也才四万五台币 所以以平均收入来看 人体的器官贩卖 这种比较容易发生在 就是可能收入相对没有这么高的一些开发中国家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去做这一类的事情 可以获得的利益 可能是他们超过一年的年轻 可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澳洲 我看到会想笑了 这个东西一周的薪水都远远高过这个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做这么严重的犯罪 然后只为了这一点点小钱 那些你很担心来澳洲 会不会被摘器官了 我觉得你大可以放心的啦 至少我在澳洲这五年 我从来没有听过澳洲谁被抓去贩卖器官 你是打算要来澳洲的 你与其担心就是澳洲会不会像柬埔寨 会有这种抓人逼你去诈骗这种 那你还不如多关心一些 比如说来到这边可能遇到工商意外啦 可能遇到车祸 因为很多人来澳洲是人生第一次买车开车这样 当然澳洲这边也会有诈骗 像我们来澳洲已经四五年了 我们电话时不时也会接到一些诈骗的电话 一般比较常见的套路 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什么包裹 没有收到啊 那如果你要领取这个包裹 必须要点进这个网址 然后你才可以接到下一步的资讯 因为我们在澳洲还蛮习惯 从像Amazon啊或者是eBay这一类的网站买东西的 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个讯息 他可能就想说啊 对我有可能买了什么东西没收到 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 就是他会打电话来给你 他就是抄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他会跟你说啊 这边是中国的大使馆啊 或者是什么北京的警察局公安局这种的 然后说我有查到你寄送或者是收一些违禁品 你这是已经刑事犯罪啦什么 那我要求你配合我的调查 就是你必须要给我所有有关于你的资讯 那如果你不配合调查的话 他就要抓你进去管 这一类就是吓你威胁你 一般来说这种他背后的这种团伙 通常都是华人 当然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台湾的 几年前在澳洲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我们澳洲的社团上面讨论度也是很高的 有一个台湾的背包客接到这种诈骗电话 诈骗他的人就是一听他的口音是台湾人 然后他竟然主动的跟这个背包客说 其实我也是台湾人 既然大家都是台湾人 那我们不应该骗自己人 就是我还是去骗其他的 这一件事情在当时就是讨论度很高 那澳洲的高薪 我之前拍过好多支影片有讲过了 大家都应该有个概念 就是澳洲的平均薪资在全世界都是排很前面的 2021到2022这个财政年他们的平均 可以看得到他的周收入是1835澳币 那换算成台币的话 一年就是有176万台币左右 当然这个平均收入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是平均他不是中位数 所以很多人可能拿不到这个钱的 包括我自己哦 做的是工地的工作 工地的工作在澳洲 他已经不算是一份低薪的工作 他就算是中间的工作了 我的收入其实账面上是有破百万台币 当然扣完税之后就没有了啦 到上个财政年我都还在拿一个低收入的一个退税的一个优惠 因为我的收入太低了 所以政府就可怜可怜我退了一些税给我这样 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 你如果看到澳洲月入十万年入百万 跟台湾比好像很多 但是澳洲其实这个还不到他们的平均薪资 如果今天换成在柬埔寨呢 我们来看看哦 柬埔寨人去年的平均年收入 我说的是一年哦 只有1400美金左右 换算成台币大概只有四万二台币 我们先来看看2021年的收入排名 我们可以看一下澳洲的排名哦 澳洲排在第13名 人民的平均年收入是 五万六千七百六十块美金 高过香港哦 那我们来看一看 同一年的柬埔寨 他排名在 在68个国家里面的第六十三名 只有1550美金 当然每个网站 他统计出来的数据不太一样 但大同小异 你可以看到柬埔寨在各个网站的年收入都是低于两千美金的 然后澳洲的年收入是五万六以上 两千跟五万六的差别 就是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今天想要赚钱想要圆梦 你应该要去澳洲还是去柬埔寨 而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钱人的经验 之前的人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 或者是他的一些比例 先说澳洲 澳洲是从2004年开始对台湾开放的打工独家 这十几二十年间有超过十万以上的台湾人来过澳洲打工独家 他们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很多很真实成功的案例 有人在农场 农场快手赚了不少钱 有人在屠宰场 有像我在工艺做过啦 然后像Taylor他是做过文书的文职的工作 大家都有很多成功 而且很真实的案例可以分享 你可以参考的东西就很多 那相对的就不容易被骗 你也可以了解到澳洲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很多的新闻台或者是媒体 像之前有些民事啊或者什么 他们有做一些一系列的专访 访问一些去到澳洲发展的人 他们的状况 然后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在做YouTube 这些自媒体上面 都会分享他们成功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反观柬埔寨哦 我自己是新移民 所以我会follow一些 其他新移民的YouTuber 有一些譬如说在美国的啦 在欧洲的啦 在日本的 我也有看一些在东南亚发展的 柬埔寨我也看过有几个 在YouTube上有分享他们的案例 一般来说 比较成功的案例 他们通常都是在专业的领域 譬如说 有一些是传产工厂的 有一些是房地产的 他可能是房仲业务哪一类的 有一些可能是新创的产业 自己开的餐厅啊 特色餐厅啊 或者是民宿啦 的确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 像这些诈骗广告 你不需要任何专场 不需要任何能力 你只要会打资 你就能赚大钱 你就能成功 但在澳洲是有可能的 你没有专场 你只要肯吃苦 你去农场里面采水果 是真的可以赚得到钱的 但柬埔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说不需要专场 然后就可以赚钱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为什么没有人分享 照我来说 这个东西应该还蛮值得拿出来分享 或者有些人喜欢炫耀 应该会有吧 但我没有见过